9月4日周一A股的收平 我们看到今天尾盘存储芯片发生了移动 带动科算完50指数是直线的飙升 迅速的翻红 那么是不是预示着明天科技股又从拾大旗 从拾升势 那么午后我们发现主板有些东西有点走弱 是不是明天预示明天主板将要调整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进入到今天的A股的收平 全天走势还是很不错的 4000多只股票在上涨 能说不好吗 上涨超过5%的 大家发现是有争议的 盘存是不断的冲高回落之后来回上下阵 最终还好 接近280只股票超过了5%的幅度 有人说那照上周二不差得远了吗 上周二是涨了1000多只 但是记住那个是那个地方是启动 这个地方并这个地方是上涨的延续 这样就已经不错了啊 那么最值得我们高兴的是北上资金今天是大幅的流入啊 而且全天保持一个高位的情况 最后是流入了60多个亿啊 今天如果要是说微微有点不见引异的地方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午后这个地方有些回落 你看这个地方指数涨回去了 干嘛呢 但是我们发现呢 上午领长的品种 下午午后没有创新高 这一点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也就是说呢 指数下午涨回去的不是上午的力量 它不是合力 它是一个轮动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午后起来的这品种是不是后边的主流 那么上午领长呢 午后回落的 这是不是明天要展开调整 是不是要注意一下节奏了 这是我们才是要注意的啊 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问题 两市的乘交量呢 加在一起是8848亿啊 上证指数的乘交量呢 只有4045亿啊 我判断上证指数的这个地方 如果要达不到4500亿的这个上方 甚至是达到5000亿的上方 这个地方的行情呢 我们就要多少小心一点 是不是连续冲高之后 现在并无法断定啊 上证指数一定是反转了 我们判断的阶段性行情展开是 科技股有些科创板为代表的一些品种 他们是一个阶段性上涨的行情 但是还不是全部 你只说远见走的就不是那么太强 他们的内部 就是说有行情是肯定是阶段性的行情 但是说有不是全部的板块 后边呢可能会有一个轮动 也就是呢 甚至是不排除上证指数冲高之后 再有一个回落的整理 甚至是回补前面的缺口 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 大家不要今天呢 那涨的挺好的 上证指数涨的这么多 上证50指数涨的那么好 大家要盲目的乐观 这个地方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啊 要想向上完成突破 那么要有成交量的放大 这个成交量一定要占到4500亿的上方 那么有些人说说今天跟这个量化交易规范这个有没有关系 但愿它有一定关系 如果是他们这个量化交易少了导致这种成交量的有点不足 那个我就那我们就散户我们就高兴了 那后面这就是慢慢慢慢走高了啊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详细分析一下 然后才能做决定啊 首先呢明确观点啊 上证指数首先不能完全断定 这地方是反短了 今天这个好事是什么呢 它打进了3150的上方 收盘收到了3177 关键是后面我们看了一下 只要是不再重新跌穿3150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可以暂时的做多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 如果再回来了 也就是突破这个胃骨 那就要回补前面的缺口的概率就挺大了啊 这个地方你看它是在水下的反弹 今天呢冒出了第二个绿毛 红毛啊 这是好现象啊 如果再探呢 那么这个这个低点也是再探之后 这时候有动化了 这地方要有一个确认这个地方的低点的3053 这样的一个必须就有这么个走势 必须有一个这是第一次进场 必须回落之后的第二次的再次起稳 那才是真真正正的起稳啊 注意这个地方呢 另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瑕疵 同时说在今天这个阳线 注意啊要大于这颗阳线 但是它的成交量并没有这颗阳线的大 另外呢 大涨的个股的加速要远远没有这天多 当然了这天大涨的个股加速 主要是集中在科创板 那么我们发现那天上涨超过百分之五 达到1300多只 今天呢只有这么个270只 是不是可能明显是不足 所以说这个地方必须有才放出一个量 另外上涨超过百分之五 再大幅增加 另外呢今天启动的这些品种 我们明天早上板块分析呢 我们再详细分析分析 我看这些品种有的像避浪反弹 如果要是避浪反弹 那么回撤呢 关键明天要排出这个 所以说我的意思呢 这个地方先别追啊 先别追啊 同时呢 站上这个20线之后呢 你看马上要进入到 这个60线 就是3200点的压力马上就到 一冲之后 如果出现了衰竭的信号 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了 我的意思 直接只有一个 我因为上涨指数 尚未进入到反转 在冲高的过程当中 要关注量能力变化 另外什么东西启动 如果要券商动了 主流的东西动了 地产动了 那我们是确定无疑 大家发明 在午后的走强的这个过程当中 地产非但没有走强 地产还往下走的 券商也没有 基本没有动 是不是 这两个品种是前期主力资金 进入最多的两个品种 主板他们不动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今天好的现象呢 就是说这些资源股都起来了 但是你现在有次明显有补涨的嫌疑 那么首先要把这个补涨的嫌疑给去掉 它是真真正正是见底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走势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更轻易反弹之后 再确认一下 这种概率是偏大的 那么后天呢是上阵五零的日线的高九 今天是高七啊 维持这样的判断 我们看一下科创满五零的之后 尾盘的出现了极了啊 那么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啊 这一轮也就是说上周二那天上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科创满五零之后 我们判断的热点还是在这里面 它是没有完的 它还会继续 即使是短线往下探 后面还要继续上攻 它是主要的方向 这一点大家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么也就是说在上证指数 如果明天仍然是上攻的 这个地方要谨慎的 你可以拿一拿 没有说是说没有跌破分时多红线的之前 还可以谨慎看多 如果跌破了 这地方要多少小心一点 至于科创满的东西没有结束啊 这个方向 这是我们的观点啊 更多的我们明天早晨的板块分析 再分析分析板块 很重要了啊